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真 欢迎收看生活快意通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 大肠癌的发生人数 是自从2006年开始 现在是2015了 所以9年了 一直就是成为 癌症的第一名 那我们的统计 是好发是在 大约50岁的时间 那你知道这个国内 发生大肠癌的 这个名人也很多 大家觉得 大肠癌现在发生率 怎么这么高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 抗癌斗士来到现场 他是在很年轻 37岁的时候 发现自己 罹患了大肠癌 那当然 一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接受 然后甚至 是有想亲身的念头 但是他后来 念头一转 他决定成为 抗癌斗士 很坚强的 勇敢的 跟癌症病魔奋斗 然后呢 成功的抗癌之后 现在呢 还保养得宜 成为一位 非常漂亮的 小姐 其实妈妈 那是看起来 真相小姐 一起来欢迎抗癌斗士 娘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抗癌保养达人 娘娘 很好奇耶 你为什么 你的这个笔名 就是你作者的名称 你为什么要特别取娘娘 娘娘啊 其实是那个时候啊 我在化疗的时候 每天痛不欲生 崩溃得不得了 我每天只有两个念头 一个念头是 把我的药拔起来 因为我们那个化疗 要一打要打 要打三天 这个药插在这边三天 那包括药物在里面 所以一整个礼拜都是 无知无觉 痛不欲生 我在那一整个礼拜里面 每一秒钟都在想 我是要把药拔起来 还是我从这里跳下去 就在那一瞬间呢 我忽然就是 准备要跳楼之前 我拿起我电视遥控器 在看电视 然后就看到那个小主 在那边斗来斗去 你一句 我一句斗得非常开心 我那两个小时 完全忘记 我要跳楼的事情 等到小主斗完 我又在想 要不要跳楼这样 然后可是我就在想 如果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跳楼的话 我明天就看不到 他们小主斗啊 那好 那我就 明天醒过来 再继续看他小主斗 然后我就 每天每天 就只有那个想法 就是看电视 看小主 看娘娘斗来斗去 最后 当有一天 我没有在想着跳楼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其实人生啊 就像小主们斗来斗去一样 没有痛不欲生 没有办法 变成娘娘的一天 所以当我要出书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你的笔名要叫什么 我说娘娘 然后我的编辑还骂我 这什么好笑的名字 怂掉了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懂 娘娘 娘娘吉祥 你只要听到娘娘 你就觉得 不是只有皇上才万福金安 对不对 娘娘也是 在内忧外患很多 也是要不断的 很多的推陈初心的想法 要不断的斗 才有办法生存下去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斗的 很多人斗的是小主 我斗的是病魔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 所有的看来斗师 你们要斗的是病魔 斗赢了就是娘娘了 真的好棒哦 你看 所以其实就是这些连续剧 其实真的也不错耶 也不错也不错 对啊 它转移了你的焦点 然后呢 让你得到了新的一个念头 新的重新的人生的启发 是 是蛮好的 所以娘娘 真的很恭喜你出了这本书 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真的有很驚喜 就是觉得说 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完全是个少女 就是没有感觉是有曾经生病的感觉 她非常的漂亮 然后很健康的样子 所以你特别出了这本 所以你那时候你的想法是想要分除了分享你的那个这个过程之外 是最重要教大家保持健康 对 其实当初我会 我刚开始生病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痛不欲生 没有想那么多 为什么会出这本书 出这本书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有一天 我忽然在镜子前面梳我的头发 就梳着梳着发现我的头发比原来更多 然后更顺 然后更油亮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明明就是化疗的时候头发都快掉光 然后都掉到只有这样 只有一点点头皮都看得到一点点头发这样 然后为什么我现在头发这么多 而且这中间的转变是还蛮大 而且我照镜子发现我的整个身体状况 就是皮肤的状况 整个人比较亮 感觉我觉得我有比较年轻的感觉 然后我就回想我这一路 从本来我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到最后自己爬起来 然后靠着我这一整套的看来保养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出书 让当初需要的人 像我一样当初需要的人 可以照着我的书 那这是一个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当初很难过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刚开始生病的时候 我有收到很多很多的书 就是大概这么大一点 那是谁给你的 朋友都会送啊 朋友就送你一些有关癌症的 对对 大家觉得还好我试字就想 像你知道这种书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送人家 因为各式各样的对不对 没有对 其实朋友都会送 然后亲戚什么都会 其实营养品当然收到很多啦 那营养品那个大家都会收到 可是书真的就是还试字的人 大概就会收到这么多 那每一本都是医师写的 然后都教你啊 怎么样预防啊 预防不要讲 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教你怎么样啊 是医生讲的那一套 我一个字都没看 那书都被我丢在旁边 那时候是心情也很不好 看不下去 那没有心情啊 那可是我那时候觉得 我要的不是这些书 所以当有一天我好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本书是告诉我 不是医疗的部分 医疗的部分医师已经讲了 医师讲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有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我的头发要怎么保养 我的亲人应该怎么照顾我 我应该怎么照顾我的亲人 这些东西在那些书上 是我最需要的 可是都没有讲 所以当有一天我好的时候 我自己也保养得好 我会希望 我会希望就是 我会希望就是 大家能够看懂 看了我的书 然后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都会悟性偏方 对 那我希望能够出一本 其实是我自己 好好保养的书 里面没有任何的偏方 对 就是靠着自己 可以做好这样 就是 就是你那时候真的就是 很渴望这样子的讯息 可是没有 所以当你现在走过来了 而且你非常亮丽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就是当然你就要把你这一种 你的自己的这个保养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还在奋斗 在挣扎 在难过 你可以在你的书里面 就是他们可以在你的书里面 找到很多他们想要的答案 就像你当初想找的那些答案一样 就最近有一个让我很感动 就是有一个女儿 她发讯息告诉我 她妈妈看我的书 她是发讯息来感谢我 她妈妈看我书之前 每天都在哭 而且他们全家人都怪妈妈 为什么你要哭 可是他们买了我书之后 看了我书之后 然后他们就不会怪妈妈 因为他们知道 其实在那个阶段 然后是那个状况 是可以理解 然后他们都 刚开始就怪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吃饭 你为什么都不听我们的劝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对 最后 就是他们看了我的书之后 然后妈妈的反应 终于回归正常 知道要怎么保养 每天照着课表保养 后面我讲到 看来保养操 还有一些课表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女儿 也不会怪妈妈 女儿也知道怎么照顾妈妈 就是从你的书里面 彼此都找到 就是互相对应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也就能 至少能理解 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我们知道要怎么样 陪他一起走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 是很多人觉得 我生病了 我厉害了 就是 就算好了嘛 会好不会完全 就是好了也不会 也没有完全好 可是像有的人 他抗拒 像他抗拒去开刀 化疗 是怕没有办法全好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是如果你遵循正统医疗 只要遵循着正统医疗 找到自己的方法 其实也是有成功 可以OK 让大家更美的一天 所以庄老师 不要就是 怕不好 然后就开始 听信一些偏方 然后走很多冤枉路 对 反而延误了病情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部分 好 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就真的要好好来 跟你多学习 我不是 我觉得变漂亮 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健康 而且是 应该是说 因为生病的时候 你会用更健康 对 的方法来做保养 我觉得这是大家 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歡迎回來繼續 我們很美麗的這個抗癌鬥士 娘娘來學習一下 其實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了解一下那個過程 因為你是 因為我們大家講說 大腸癌現在是癌症發生的第一名 就是它很普遍 我們聽到那個電視上 像朱大哥 一直在講還是要治療什麼 就是說聽起來年紀是要到滿大 妳那時候才三年前 妳37歲的時候 對 其實是 因為我出書是一年 寫是一年前 所以是四年前 四年前 對 快五年前 所以妳那時候是怎麼樣 情況之下發現妳得了那個癌症 其實一開始公司有幫我們 每年做定期的檢檢 我每年也一直有檢查 可是有一年忽然就紅字了 忽然喔 忽然就紅字了 那我就想 我以前檢查都正常啊 今年紅字一定是妳們搞錯了 結果我就把她放著不理她 結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出國玩 出國玩的時候就一直吐 那吐是每秒一直吐 那她就覺得 那出國一定是我吃壞東西 妳吃壞肚子 對啊 那一定是我水土不服 那沒關係 我回國就好了 打打針 然後回家就真的就好了 不到兩天又繼續吐 然後我非常嚴重送到醫院的時候 也是醫生也是說 妳這樣看起來這麼年輕 妳只是吃壞肚子 就又打了藥又回家 就後來換了第三間醫院 結果發現不對了 就回家馬上沒有辦法好 結果發現不對了 結果發現才做徹底的檢查 對 才發現其實是還滿嚴重 所以那時候一發現是大腸癌 而且是第三期 對 對 妳一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三期了 而且其實我那時候 比現在還瘦 比現在還瘦 在肚子這邊有一個直徑 直徑八公分 這麼大的腫瘤 妳看我的小腹 比現在還瘦 裡面藏了一個八公分 所以妳是手摸得到的嗎 摸不到 一般人摸不到 可是它已經八公分 而且我們就是每年要健檢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每年要健檢這件事情 而且一發現紅字 而且妳看我一直在想 我前面那幾年都很正常 所以它是初期檢查不出來 可是當它一紅字的時候 那事情就是 所以它就是加倍的 一直在擴大當中 對 所以但是這中間妳在吐之前 妳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非常 我只要一吃就胖 我覺得每天每天都不能吃太多 只能吃五分飽 七分飽 因為我吃就胖 吃就胖的人 妳怎麼會覺得妳大腸癌 妳怎麼會覺得妳這個腫瘤這麼大 所以妳那時候的胖 不是吃太飽的 是妳裡面有腫瘤 是這意思嗎 我人瘦 人很瘦 她肚子很大 然後就是其實 沒有 肚子也是瘦的 肚子也是瘦的 可是它在裡面 是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是 我們一定要做檢查 不要覺得自己覺得自己 好像一百分 而且其實我平常就是 早睡早起 然後 所以妳也沒有什麼便祕 或者是 常常什麼 腸子痛啊 或是肚子痛這種 沒有 我每天早上起床 五分鐘之內就想上廁所 排便正常 然後一分鐘就可以出來了 就是可以全部上完出來 你看我 所以 對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的一個 沒有徵兆 徵兆 徵兆 沒有徵兆 沒有徵兆 那我很好奇 那到第三期是 到多嚴重的地步 就第三期是擴散到 淋巴結 那第三期也有分 3A和3B 像淋巴結也有分 它去 它去挖了 就是簡單講就是 挖了 好幾個淋巴結出來 那如果幾顆以上 有沾 就是有腫瘤 有沾到的話 那就是表示 那就是表示 就是表示有 第三期有分 比較少顆沾到 和比較多顆沾到 那我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妳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是已經是蠻嚴重的狀態 對不對 對 那那時候 當下那個 妳的那個狀態是 當下 就其實 因為妳才剛完回來 然後妳好像看起來 是蠻自由自在 也是很 就是蠻 很開心 開心 對啊 又漂亮 然後我其實 而且其實這中間 前面還就是 我的人生沒有太大的壓力 我除了做習正常 偶爾吃個鹹酥雞之外 我的人生從念書 到父母 到家庭 到最後工作 都是完完全全 沒有壓力的環境 對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離愛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的醫師告訴我 他走到我的病床前面 三種的 吳主任走到我的病床前面 告訴我說 我明天要幫妳開刀 妳這手術同意書就簽一簽啦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瘋掉了 對著他打罵 不可能妳騙我 然後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一直罵 然後我就只想跳樓了 對 可能說就是不敢相信這件事情 對 那後來是什麼力量讓妳就覺得說 好 我一定要好起來 我是本來很多階段都想放棄 尤其是我化療打了十個月 一般人大概只需要打六個月 可是我在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停了兩個月 因為我那時候生理期沒有來 然後我就崩潰了 我就說我不打了 我跑到我的醫生那邊說我不打了 那 生理期沒有來 是妳會覺得說妳沒有辦法生育是不是 沒有 不是這問題 我覺得會 因為我本來就還滿愛漂亮的 會覺得那不太像 就是 會覺得人生好像就是身體被打倒的感覺 因為我的化療打到生理期沒來 可是那種感覺就是很受傷 就是那是一個人 妳覺得妳的人被打倒了 妳的生理期被打倒 整個被打倒 然後再加上其實心情都很痛苦 一直不停的被打倒 那一瞬間我整個人就是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生理期是我的最後一把 我打倒最後一根稻草 那個時候我大概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就是整個就崩潰 然後哭啊 然後也沒有打藥 也沒有打藥 然後也不打藥 然後可是有一天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就覺得我沒打他也是沒來啊 那我要用什麼辦法讓他來呢 然後我就想 我想那我繼續打 然後我繼續打 可是我好好保養 因為那個時候我回想到我的醫師一開始 和我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那時候我就忽然猛一想到醫師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怕掉頭髮嘛 對 然後我就哭哭啼啼的問醫師說 欸醫師醫師我那個頭髮掉了啊 那怎麼辦這樣 然後醫師就說 頭髮掉了就掉了能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 哎呀你好直接喔 我好傷心喔 然後我就說 可是他就說 不過沒關係 也掉完了以後 有的人變好 頭髮質變好 有的髮質變差 我不知道你會變怎樣 這醫師可能也有雅思伯德誠 我不是 也講話蠻直接的 我不知道你會變怎樣 那就是差不多這樣 我心裡就那一瞬間 我就一個哄就一想起來 那我要怎麼樣變成好的 而不是變成差的 無論是頭髮還是皮膚 我要怎麼樣變成是在醫師 或者是在外人面前是好的 那包括我現在一樣的要打下來 我的生理期被打到沒了 那有 那我這個時候就跑去問醫師 我說醫師醫師 那那個我現在生理期沒了不打 他說有的人還是會來啊 有的人就不來啦 那我就想 超傷心的 我就想 那你覺得我是哪一種人 你到什麼時候才停止跟這醫生聊天 好難聊喔 對 然後我就想 我就想 那我就 那我怎麼辦呢 我只好回家 把自己想得到的所有的保養 所有的運動 所有的食療 所有所有可以用得到的 都把它拿出來用用看 因為我那時候忽然想到一件事 人生所有事情的成敗都是在自己 那為什麼我們癌症 我們醫療的成敗要在醫師呢 他打的是同一支藥啊 為什麼有的人打成功 有的人打失敗 那是不是自己呢 所以我那時候這樣子一轉念 我就覺得 那我自己試試看囉 都這樣了 所以你現在有覺得你重新活過 而且逆臨成長 有 夠年輕 因為我每天都很努力的保養自己 每天每天都很努力 像我幫我自己訂了課表 從我那個時候離開開始 幫我自己訂了課表 我們在那個 後面我們待會兒會有圖表 給大家看 每天每天要做什麼 然後把這些課表 像我還有讀者他們發那個Facebook的訊息告訴我說 他們告訴我說他本來有 他媽媽也不知道每天要做什麼事這樣子 因為媽媽年紀就是另外一個Case 就是他媽媽年紀很大了 他已經七十幾歲了 那覺得說好像他好像打完藥之後啊 就是也不可能叫他去煮東西吃嘛 就是每天都東西都幫他放好 可是不知道要幫媽媽做什麼 那我裡面就有一些泡澡的保養啊 按摩的保養啊 頭皮的保養 他就知道說我這個時間要去幫媽媽 要去幫他稍微按摩 怎麼按我 怎麼壓他 怎麼捏他 他比較舒服這樣子 或者是我這個時候要講些什麼話 才不會讓媽媽覺得說 我是一個壓力這樣 聽起來 對 反而就是讓他更悲衷中來 對 這個我們真的要好好來學習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歡迎回來繼續呢 我們和這個保養達人 抗癌是保養達人 好 來抗癌 保養達人 娘娘來繼續聊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發現就是你抗癌成功之後 然後你自己的狀態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有 其實我的身體狀態就是有比以前 像我以前在跑步機只能跑個二十分鐘 那因為我自己就是會更鞭策自己 那現在可以跑三十分鐘啊 四十分鐘啊 然後以前我的做肌力訓練 對 因為我們這邊有放人工血管嘛 人工血管在這邊 待會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人工血管照顧的一些資 一些事情這樣 有放人工血管 所以我們 而且人工血管又不能壓到 對 可是我們手臂又必須要保持有力氣 因為我們要抽血嘛 抽血 那要打血管啊 兩隻手臂是要有一點肌力 有一點力氣的 對 這些要怎麼保養 怎麼樣練肌力之後呢 就發現自己的力量 力氣也比較大這樣子 對 所以你發現反而比以前更強壯就對了 也是經過你的訓練吧 胸肌背肌都跑出來 也是因為你自己有不斷地在運動嘛 對 對 對 那不是只有運動啦 因為像我那時候要讓自己的生理期來 不是只有運動 而且還有一些 包括有一些 像我們一些抗壓的部分 就是抗壓的部分 一些心靈的一些垃圾要排啊 身體的垃圾要排啊 這都是很多很多方面的 就是全方位 不是說你身體健康就是健康 一定是身心靈這三個都要顧到嘛 是 但是就是整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化療整個過程是很痛苦 每個人都說 真的是痛不欲生 什麼痛苦自己 我們很難去感受 你知道嗎 那你那時候都自己一個人去 去做這個化療 那遇到像這些副作用的 那些不舒服的那些狀況 你有什麼應對的方法 其實這就是我當初 為什麼會想要出這本書啦 其實因為我裡面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會討論到有些什麼狀況 家人應該怎麼照顧 因為我每一篇都有寫到 親友團照護的部分 家人應該怎麼照顧 親友應該講些話要很小心 不可以觸 就是有些動作 你平常做可能OK 可是在那一瞬間 你做起來真的會 有一點傷心 有些什麼話不能說 你可以舉個例子嗎 舉個例子不能 大家很常犯的錯誤啊 我覺得有一個錯誤 是我當下真的還滿傷心的 就是你們知道我頭髮嘛 會掉頭髮長嘛 那總是化療會掉地上 結果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家人 把從地上我的頭髮 用兩隻手這樣剪起來 剪這麼高的時候 平常這個動作我是可以接受的 剪這麼高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心裡很難過 我會比較希望它就是直接掃一掃就好 就不要再讓我看到 這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是這個動作是有一點點傷心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很難過在掉頭髮 然後看到它還這樣剪起來 其實就是會更讓你難過 就好像覺得我頭髮很髒這樣 平常就現在沒關係 現在怎麼扯我頭髮都OK 可是那一瞬間 還有那時候我和朋友去吃飯 其實像我書裡面也有講到 就是有朋友 偶爾就是可能好一點的時候 會和朋友吃飯 或朋友來看你 就不要再問說 你最近有沒有好一點啊 就是這類的話 其實都不要再講 對 我們上次有一個也是作者就來講說 他其實最怕聽到就是說 你還好嗎 對 你也是不能講你還好嗎 不用了 很好 不然怎麼會坐這呢 所以也是不要就問說 你有沒有好一點 你還好嗎 那你會怎麼樣建議親友去看你 他也是注意一個關心嗎 對 就是把他當正常人 正常人就好了 明白 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強調 生病的那種狀態就對了 因為有時候你無心之過 讓他病的人其實是更傷心的 對不對 那這一些 我們剛講說化療的那些副作用 你的應變是什麼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嗎 因為你好像是每次做化療 就會一直吐吐不停 其實化療比較特別的 這些都是 其實這些都是一般人會遇到的 那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我滿多讀者發訊息問我 就是說 他現在還好 沒有你說的這麼嚴重 可是化療就是身體你會被一次一次越打越弱 身體心理越打越弱 就很多人打到後來沒有辦法打完 剛開始都OK喔 你到越後面是越痛苦 這些都是加乘的下來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一個心理準備 有的人會打到什麼尿失禁啊 你就不要幫他準備好尿布這些 也不要就是太驚訝 或說你看他在吐就覺得好像很嚴重這樣子 就是太緊張 我覺得這是在書裡面 為什麼我會寫這本書 就是書裡面有很多提及 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們幫他準備好哪些東西 那吐的時候也不要說 一定要把它弄到這樣子 就是好像大驚小怪這樣子 對啊 弄得好像 對 就是正常的處理 那有心理準備 那要吐之前準備哪些東西 就是像我們這邊有講到 最基本副作用就是 耳心嘔吐嘛 食慾不振嘛 那還有就是醫師他會期望記錄的是 嘔吐的次數 就是如果今天你一開始你只是 第一次你只是吐了 一天你吐了兩次 可是有一天你可能感冒或是不舒服 或是你沒睡好 你可能就會吐十次 所以這個就是要稍微記一下 就是這東西要記得 或是你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你藥應該是越來越少量感覺 應該是越來越舒服 可是你越吐越多了 就是每天要把它記起來 拿個紙筆稍微 可是不要在那個生病人面前這樣 你吐兩次 這樣畫兩次 你吐了 今天怎麼比昨天 又多吐兩次 這樣 在提醒的感覺 對 你就放在旁邊 所以書裡面很多真的是 就是給照顧者一些親友看的提醒對不對 那我想這個就是這個沒辦法 因為你不可能單獨去面對嘛 一定家人都會在旁邊 所以家人也要注意這方面的 那你說 禁食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聽音樂真的可以放鬆喔 聽音樂放鬆 其實當初對我沒有太大的作用 我只有看小組鬥來鬥去的時候 放鬆了一點 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看你那時候專注力 你喜歡什麼就去試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想要聽音樂 或看電視就讓他聽 讓他看 不要說哎呦 怎麼現在還在看電視 你要吃什麼吃什麼不用了 或是你要休息啦 趕快睡 趕快睡 就是睡不著嗎 類似這樣 然後還有容易這個腹瀉 對 腹瀉 腹瀉是一定會有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就是每個年齡不同嘛 打藥的反應不同 那最好就是有準備指尿庫 或是不要去太遠的地方 就是現在像有一些那種 比較不會那麼嚴重的一些化療藥 可以先吃 可是你那個比較緩解 你還是會不小心可能會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準備好 就是知道這些狀況 那就是症狀如果說到了那個 藥拿起來的時候還會吐啊 還不舒服的話就一定要跟醫師講 對啊 然後吃水果麥片 這個是醫師說的啦 然後你也有特別講說 不要吃太 不要吃深冷的食物是不是 對 深冷的食物是一定不能吃 這是醫師講的 因為那個時候身體啊 所有地方都會被打到 就是沒有抵抗力 那我們煮東西的時候啊 就是一定要千萬要記得 就是所有東西就是要煮熟 那不要吃隔餐 就是都煮一點點 那如果就是家人也是 其實我書裡面有提到 家人也不要覺得 我煮了一個多小時了 你一定要把它吃下去 你沒有吃下這一餐 就冰起來就不能吃了 就是如果放在那邊 他真的沒辦法吃就不要逼了 對 那再煮這樣就好了 書裡面有稍微提一下 對 因為有媽媽啊 很會煮的有沒有 就是想說你一定愛吃這個 看你這樣吐這樣 或拉都沒有營養 會想說吃一點營養的一直煮 可是你就是吃不下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再美味好吃的食物 都比不上一桌的美好氣氛 就是美好氣氛 一定是要放在美味食物的前面 對 然後喜歡吃的東西 一定要放在營養的前面 像我那時候打化療的時候 每天什麼都吃不下 每天我五天沒吃 可是我就是 我水也不能喝 沒辦法 五天耶 那最後 妳是因為一喝就會不舒服是不是 對 就會吐 就不舒服 可是我就是心情不好 我連水都不想喝 我什麼都不想吃啊 妳再美味的食物給我 再營養都沒有用 我只想要喝可樂 然後可是家人就說 不可以啊 不可以喝啊 然後怎麼可以 這什麼時候了啊 然後就不管啊 我就問醫師 醫師說 其實在當下 任何食物都是好食物 就是任何東西都是好東西 妳只要吃的下去 喝的下去 那一瞬間 妳就是把它吃下去 所以那時候 妳後來有 醫生有說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開血 可樂可以 然後妳就去 劈 拿回去 就可以喝了 所以妳能喝到可樂 開心啊 對 然後那一瞬間 喔 吸的時候 好開心喔 就是這種心靈上的滿足啊 也很重要啊 那妳已經在這麼不舒服了嘛 除了妳剛剛說上吐 會吐 然後會腹瀉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會跌倒是什麼意思 喔 還會跌倒啊 會跌倒的話就是 其實因為打藥嘛 然後一定是沒吃東西嘛 沒吃什麼東西嘛 那妳人要起來的時候 跌倒是最容易遇到的狀況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 對 那所以就是沒有必要的話 就不要就是下床 或是妳要先坐一下 跌倒的原因是因為是 那時候是沒有抵抗力 是沒有力氣的狀況 沒有力氣 很不舒服 因為會拉肚子 那每一次起來 拉肚子啊 大小便的時候 都要起來嘛 那個很容易跌倒的 對 所以跌倒是一個 非常要 就是家人要 非常注意的地方 最好是在就是床旁邊啊 或是浴室前面都有一些毯子 對 這是最好的 就是安全上面也要注意啦 那妳這書裡面有特別提到就是 有關感冒的事情 是很容易感冒是不是 其實醫師那時候有一開始告訴我說 千萬不能感冒 因為感冒的話 併發症什麼就是會很麻煩 對啊 那還有 就是我當初是那 那個時候是都沒有感冒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不會感冒的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一百分健康寶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小時候就不感冒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感冒 不過一般的人 還是要特別注意保暖 對 一般如果就是 尤其不可以感冒就是盡量不要去 在化療的時候盡量不要去一些 人多的場所 那去看的人 就是去看的人也是盡量就是要 盡量就是要手腳就是先手洗乾淨 手洗乾淨 對 手洗乾淨 然後戴個口罩這樣子 不要把它傳染感冒這樣 就是即使你們在家裡 如果說有客人來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要 這個方面都要蠻注意的 要很注意 要消毒一下 那你覺得就是說 到底那個時候 你是想要人家去看你 還是不想要人家去看你 其實不想要耶 所以我覺得 對 因為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只是在回想 我那時候坐月子期間 我覺得我很醜 然後我覺得很肥 很不舒服嘛 對 對啊 其實我沒有想要任何人來看我 那種感覺 所以我在想說 那時候的 對啊 心情是 應該是不想要被 好像打擾還是 其實這很正常 對 所以就我書裡面有提到 如果家人啊 親友啊 當對方拒絕的時候 希望你不要過去看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寄本書給他 寄個營養品給他 其實這樣也是很好的 送盆花 對 對 花也是還滿不錯的 嗯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狀態 其實沒有特別想要跟人聊天 對 或是想要 可是會想要人家關心吧 你那時候的狀況 我個人不會耶 也沒有 對 你想要躲起來 大家好好地弄好再出來 對 因為以娘娘的狀況來講 就是因為她就是一個完美主義 她一定要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想就是 就是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啦 就是如果她是一個很在意 別人看她的外表 或者是她想要美美 我覺得她那時候 可能就也不要去打擾 適當的關心 有時候太多的關心 或者是 哎呀 有時候 還會親友羞羞一丁有沒有 對 那你知道長輩都會覺得說 誰生病沒去看很沒有禮貌 哦 好像是 對 親友有這樣子的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長輩 他們都會很喜歡羞羞去看病 這件事 其實不需要 因為正會傳染戲劇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病人 有時候其實是要休息 搭擾 對 更何況有時候說真的 你更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就可能是 什麼嫖姑媽的惡姨媽又誰 有沒有 完全不知道 有有有 那種真的救免了 好 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回來 現在我們就要跟著娘娘一起來做保養了 你的保養課表非常的完整 從頭到腳都有可以保養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就是 其實啊 就是 我有分嘛 化療初期可以做的保養 就是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那前期保養比較特別的是啊 所有的保養都需要在身體允許的狀況 像有的時候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身體不舒服 不要勉強 保持愉快心情喔 做任何事情都 如果做任何事情 如果讓你不開心 就先不要做 比方說 你那時候很不舒服啊 你覺得泡澡不舒服 那就不要泡澡 那這是每天要做的保養 那還有營養品的保養 這個高蛋白營養品是食療的部分 那這是化療的時候最重要的 OK 所以你皮膚就是洗乾淨 然後擦乳液是基本基礎保養 對 頭髮呢 你是用醫生建議的洗髮精 對 其實如果詢問醫師的話 他們都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用哪一個牌子 OK 對 就是哪一個牌子他們會介紹 比較就是 是怎樣 健康的還是 就是他們 當初我的醫師有告訴我 叫我去用某一個牌子 現在這邊是不能講啊 因為它那個比較醫療級的 比較不怕會太多的 香料啊 副作用的 了解 然後梳頭保養 這看起來很舒服耶 你的書裡面也有一些介紹 因為梳頭保養 是因為我們的頭髮如果掉的話 有的人就覺得掉了 就是像我這個頭皮保養啊 當初其實是很多 在我書裡面有很多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辦法做操嘛 書裡面有很多細節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要從身體的保養 然後身體的運動拉筋之後 因為我媽媽之前是那個瑜伽老師 對 所以她那個時候當初一開始 她有教我一些方式方法 讓頭髮可以變得比較多 那我自己當然 我們自己的運動 一定要配合我們的人工血管 人工血管在這邊 那就是很多動作是不能夠做的 不要壓破到 不能壓破到 然後也不能壓破到 又要讓身體上半身有一點激勵 這很多動作是還滿細節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書裡面有提到就是我們頭皮保養 一定要先把頭後面這條筋拉開 就拉開之後 其實這還要配合呼吸 配合呼吸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頭的後面整個筋拉開之後 還有接下來我們有個照片 是有提到我們整個轉身 把筋都拉開之後 拉開了大概是5到10分鐘的時間 因為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需要的時間 分鐘數不一樣 OK 其實書裡面都有很詳細的介紹 就是每一個動作細節 它都是用圖解 而且它自己親自的照片 自己示範的對不對 很清清楚楚的 所以不是說頭部保養就只有按頭 是全身性的 對 頭部保養一定要先從兩邊的筋拉開之後 從頭頂開始按 頭頂開始按之後再按 脖子後面這邊再一陣一陣捏柔上去 因為每一個階段需要的時間不一樣 那妳是不是有時候可以 就是去給人家做個SPA 這種也OK 有有有 我書裡面有提到 我每一期都有去做SPA做按摩 對 就是怎麼樣讓自己可以放鬆很開心的去做 那我很好奇還有另外一個 自己親按摩我們書裡面有講嘛 還有泡澡啊可以讓自己血液循環也好 每一個階段這個是中期的階段啦 最少就需要睡到九個小時以上 那還有泡澡保養 然後其實中期之後就有KTV保養 對我剛剛看到KTV保養是 是要唱歌 自己在家裡唱歌 不用去錢櫃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用 錢櫃好櫃 所以只要自己在家裡唱 家裡買台卡拉OK機或者是 不一定要買台卡拉OK機 或者是自己對 跟漢哥一起唱這樣 其實KTV保養這一點我個人覺得還蠻重要 因為你的中氣足心情好 就是你每天唱兩首 唱到後來的時候 你每天可以唱四首六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還蠻開心的 唱完就心情好 對 而且你為了要練歌 你也要聽一些新歌啊 對 稍微有一些事可以做 會很開心 是是是 好 散步保養對不對 稍微運動一下 曬太陽也很重要 按摩椅也每天坐一下很放鬆 對 最後這一個旅遊保養 這是什麼意思呢 旅遊保養 其實我當初連我在化療的時候 我在化療那時候 因為我們第一個禮拜打藥嘛 第二個禮拜就是我就有出國 那時候還到國外去 那我 第二個禮拜化療完 第二個禮拜你就出國 對 對 對 為什麼 我們可以來一張 我那時候 你為什麼那麼急 就是本人就是 其實這時候其實那時候 我戴的上面是戴 戴假髮 那時候戴假髮 因為做完化療後 上面這一片戴假髮 上面這一片戴假髮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假髮 下面這個 我現在這都真的 就 有 很漂亮 千真萬確 所以那時候是化療完的 第二個禮拜 對 那時候 你就跑去海邊 對 我去海邊 然後去曬太陽 然後那時候其實這張沒有很明顯 我本來要給大家看的那一張 是比較明顯 還有疤 什麼意思 你說肚子很明顯 肚子的疤 為什麼要跑到國外去曬太陽 因為台灣其實很多海邊 就其實出國 我有一張旅遊的那個 跑去迪士尼 迪士尼 那時候迪士尼也還滿好笑 那時候和我們同事去 然後我們就那個 我那時候戴假髮嘛 每一個階段的假髮不一樣 那時候我的頭髮已經跑出來一點點 那我只需要這個髮片這邊 貼著 前面的瀏海 然後我去做那個什麼 旋轉那個大小飛向 然後我就是一起來 然後我就飛飛飛飛 就這樣飛起來了 然後我就大叫 我就假髮飛了 沒有掉啦 只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是 一群人笑都翻過去 很糗 可是妳 妳是玩得很開心啦 對不對 出點小久也沒關係 妳很愛爬爬燥 對 就是其實 不是說 要把自己當作是病人看待啦 對 把自己當作正常人一樣到處去玩 其實對 一定要把自己就是 可以走的時候就走 可以跳的時候就跳 可以跑的時候就跑 好 那如果說呢 這個 在化療這個期間 妳真的很想出國玩 妳也不想miss掉 大家約一約一小久來去洗頭也不錯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當然是 像妳剛剛說的護照要帶嘛 錢要帶嘛 對啊 那還有如果 就是有一些衛生用品 比方說 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 漏尿啊 那一類的話 衛生用品 紙庫啊 這些都是一定要帶的 還有天術 像我剛剛看到的那些 如果還在化療的時候 或是化療好了之後 大概都是只有三五天 不要去太久 就是都是近的地方 然後還有都要乾淨的地方 就乾淨的地方 就是不要去太落後 是不是 你怕衛生條件嘛 對 這一點也是就是說 我猜啦 有一些親友可能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生病的狀態 你可能很虛 身體沒有什麼抵抗力 一定會不答應讓你出國啊 那你那時候 對 你是義無反顧 是家人 不顧家人反對吧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人可以攔我啦 不過我有 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其實如果 家人有想出去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是 不論是化療的任何階段 其實你只要把 防護的措施做好 自己的水杯自己帶啊 自己的衛生用品自己帶 毛巾啊 牙刷啊 那些 只要碰觸得到自己的 全部自己帶一套 對 帶好一套之後呢 那你要帶一些 營養品 像有時候會帶一些 帶一些營養品去 如果食物不符合 或是營養不夠的時候 就補充一下 就可以自己補充 對 所以其實沒有大家覺得 那麼可怕那麼難 對 那平常的話 平常下午就最好是 可以到一些學校的草地 或者是一些 就是餐廳 花園餐廳 到外面走一走 那最好就是要 把自己就是包好 就是頭髮啊 因為頭髮其實 其實我比較建議大家是 不要包頭 要戴就是戴假髮 會比較自然一點 就出門 妳覺得不要戴頭巾是不是 對 妳覺得戴假髮比較好 對 為什麼 就是會感覺比較自然 因為頭巾一看就知道了 對 妳說反而頭 只要戴著頭巾 反而會引人注意是不是 對 大家就會知道說 OK妳現在在做化療 還有就是我為什麼會 像大家介紹我的一些 保養的一些運動 我發現 妳會發現我那些照片裡面 都沒有就是打藥 黑掉的感覺 一般人打藥 整個皮膚會比較暗沉 比較黑 而且我白得很快 就是在那個階段 就是一定要運動 還有之後 它那個代謝就會比較快 就整個人會比較白比較快 包括皮膚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白 那頭髮就是也會變得比較好 比較亮 對不對 所以就是妳每個細節都是 自己研究 然後覺得說 這樣比較好 很療癒 然後很有效果 妳就把它寫成書 對 而且我覺得妳很妙 就是妳真的到 很多地方去玩的感覺 對 對啊 因為身心靈紓壓嘛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去 外面走一走 當然妳這邊也有推薦一些什麼 山上的咖啡廳啊 海濱咖啡廳啊 其實就是出去走一走 對 然後我覺得像妳講 妳可能戴個假髮 然後讓大家覺得 不要去吸引過度的 關注的目光 是不是 這樣更好 那我覺得最後一點時間就是 對 我們這個看來保養達人 今天這樣現身說法 妳看她的確是真的 I hold更美麗 今天請到妳來 希望妳可以透過我們電視機 可以給現在正在奮鬥的 這些朋友鼓勵 我想要告訴各位朋友的是 其實每一個人的抗癌的成敗 自己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一定要記得 就是不論妳是用自己的方法也好 或是想要用我的方法也行 只要找對了方法 就可以和我一樣 I hold更美麗更健康 哇 太好了 真的有妳出來現身說法 我們覺得都非常地有信心 對 所以呢 大家真的不要 我覺得負面情緒多少一定會有 但是妳只要轉個念頭 就是看個連續劇 對 看人家鬥鬥心機 對 妳就覺得 我自己也可以戰勝她的 沒有問題的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娘娘的分享 謝謝妳真的很漂亮 本人也漂亮 電視也漂亮 然後在這邊也祝大家真的是平安健康 謝謝我們生活快通的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